国务院总理李强26号上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脑鲁总统阿迪昂 李强表示 中脑于今年1月复交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昨天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标志着中脑关系正式翻开新的篇章 中方愿与脑方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加强相互支持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等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携手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阿迪昂表示 脑方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以及多边协作 开启脑中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 与这种有点滑调基础设施建设设设设计 保持人在这种有点滑调基础设设设计 民党的双方的新鲜行之后 在这种外团中处理这种有点滑调基础设设设计 原则是在它的救调基础设设设计 原则是在它里面与你已出现的 有点滑调基础设设设设计 原则是在这种外团中处理应该 在这种外团中处理应该